各位網友、各位聽眾、各位觀眾大家好 這一節我想講講武漢肺炎、武漢病毒的爭議 不是講源頭在哪裡來 究竟在疫症發生的初期 當中國發現武漢病毒 已經分離這個病毒出來後 怎樣處理呢 有沒有將這個病毒跟其他國家 去這些科學界、科學家病毒界做一個分享等等 美國曾經指控 中國 國務卿蓬佩奧被中國指為人類公敵蓬佩奧 被老婆罰在廚房社會的蓬佩奧震驚了14億人的蓬佩奧曾經指出 衛健委今年1月3日下令銷毀了病毒的樣本 是下令銷毀病毒的樣本 這個講法其實在 五眼聯盟 美國、加拿大、英國、澳洲、紐西蘭組成的情報的五眼聯盟的報告裡面 也有同樣的講法 中國衛健委下令銷毀了 武漢肺炎病毒的樣本 在 再之前台灣新新聞也拿到一份紅頭文件 說北京國家衛健委 辦公廳在1月初下令相關機構 就地銷毀病例的樣本 成為中國隱瞞疫情令到武漢肺炎全球大爆發 是一個很重要的鐵證 因為有些所謂的紅頭文件 大陸的媒體字機 財新網也有類似的報導 說一個 基因序列公司的人士透露 1月1日他接到 湖北省委員會官員的電話 通知 他說武漢如果有新冠肺炎的病例送檢的話不能再檢 已有的病毒樣本必須銷毀 不能對外透露樣本的訊息 不能對外發布相關論文和相關報告 如果你們在日後檢測到了一定要向我們報告 財新網的報導也這麼說 1月3日 國家衛健委辦公廳發布一份名為 關於重大突發傳染病 防控工作加強生物樣本資源及相關科研活動管理工作的通知 一說管理工作 即是限制 這份由 國家衛健委的涵件 針對武漢肺炎病毒的樣本 相關機構按省級以上的衛生健康 行政部門的要求 向指定病原檢測機構提供生物樣本 開展病原學檢測並做好交接的手續 未經批准不得擅自向其他機構及個人提供生物樣本及相關訊息 至於哪些機構 是 屬於指定病原檢測機構 文件是沒有提及的 有病毒國家替路 甚至中科院武漢病毒所 都一度被停止要求做病原檢測 以及銷毀以後的樣本 我剛才數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五眼聯盟的報告 由大陸媒體長新網 都有相同的報道 報道的內容 幾乎一致 時間軸也幾乎一致 銷毀以後的時間 大約在一月初 中國政府官員 如何回應 中國國家衛健委科教師監察專員 劉登峰在記者會中承認 他說 中國曾經在一月 銷毀了武漢肺炎病毒的樣本 銷毀了 目的是 為了確保安全 然後才管理引起不明原因的 肺炎病原體 這就是典型中國的語言藝術 劉登峰 說蓬佩奧這個說法 目的是 混淆視聽 現在 銷毀這個樣本的原因是為了安全 而不是銷毀 是管理 這個就很典型 中國 的 管理 所以 林鄭說要 處理 這個教育問題 處理 年底就會公佈 這個 這個 叫做 通識教育 的方向 那個命運 是處理不是整頓 他用處理 處理就是謀殺 現在 管理 管理就是等於消毀 要這樣去理解中國的治 中國的治 是很不同 跟外國的做法 你撕毀了就撕毀了 他的說法就是 中國在疫情早期曾經是基於防範生物樣本 病原洩漏確保生物安全的原則 做出 對引起不明原因肺炎的病原體 暫案二類高致病性病原進行管理的決定 我覺得很奇怪 雖然我不是一個科學家 我假假地都是 讀生出身 當你一個科學家發現了這些東西 你當然 普通人就放棄上來 可能扔掉他不要了 但科學家發現這些病毒分離了病毒病原出來的時候 你一定會欣喜若狂 欣喜若狂的原因是什麼 不是你心理變態不是要做這個 生化武器要毒害人 一個狂的原因是 你是自己的 發言 你的團隊的發言或者個人發言也好 只要你能夠 在你的管轄範圍裏面 妥善處理這個病毒 不會讓他洩漏的時候 是一個 極重要的研究對象 怎會馬上去銷毀 尤其是 這些 病毒 是不停地有變異 最初根本是怎樣的 一路trace 變異 你看到他的變化 對人類 對其他生命的毒害 是怎樣的 你作為一個科學研究者 一定是會 非常真而重之地 將這些病原體 徹底地保留 為何會 消遺 這位 劉登峰是這樣的 疫情發生後中國立即組織 國家級水平的 專業機構進行病原的 平行鑑定工作 以 早日鑑定病原體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對病原體的 致病性保持高度警惕 中國願意在世界衛生組織的關卡下有序分享 新冠狀病毒的毒株 最一步加強國際合作 科學研究 我剛才引述 這個財新網大陸的媒體 端古都不會造謠 我說不會造謠 對於中國大陸 官方的做法不會造謠 他已經說了 找到一個這樣的病原體之後在這個實驗室裏面 我看另一個媒體在一個很詳細的報導 隨身網是這樣說的 說2019年12月16日武漢市中心醫院無法確定一個肺炎患者的病因 因此將他的肺泡灌洗液體的樣本寄給一間 廣州的實驗室 這個實驗室就發現了病原體是一個 跟SARS相類似 相類似的程度達到94.5%的 冠狀病毒 以前從未被發現過 廣州實驗室將這個發現新型冠狀病毒的結果 通知武漢市的衛生部門 送去醫院檢驗 還寄送了一份病毒樣本前往北極 幾天之後 中國衛健委要求 除指定的少數幾間實驗室外其餘研究機構不得擅自研究新型冠狀病毒 將有關的 樣本銷毀 根據這個人類傳染病高致命 病性原生物實驗室實驗活動生物安全審批管理辦法 去做這件事 現在的問題就是 為何要消毀 是否他自己 是沒有辦法handle 沒有辦法 去 做這個 處理 所以就消毀 還是他想隱瞞疫情所以就消毀呢 好 除此之外 中國對於世界上 說的 獨立調查 都有回應 除了劉曉明有回應之外 中國衛生部門也有回應 劉曉明是駐英大使 中國官方對外界批評中國拒絕世衛組織去武漢實驗室 說法辯和 國家衛健委 另一個人說 1月20號21號 中方接待了世衛專家組到湖北武漢考察 專家組訪問了醫療衛生機構包括實驗室 2月16號到24號 中方接待了中國世衛聯合專家組的考察組 專家組到北京、四川、廣東、湖北、武漢進行調研 他強調世衛組織從來沒有 就參觀某一個實驗室提出過請求 所以 拒絕世界衛生組織去武漢實驗室的說法 是不符事實的 但是世衛的發言人 本月初曾經表示 他說 世界衛生組織希望和中國國際 夥伴合作 在中國政府邀請下 參與調查病毒動物的起源 世衛駐華代表高力說 中國的國家層面調查在進行 但是世衛組織 還未收到有關的邀請 這是很典型的 這是中國的 語言藝術 我們有邀請到不同的地方調查 包括實驗室 什麼實驗室?中學實驗室? 現在我想去那間P4那間實驗室 又或者近華南海鮮市場那間實驗室 有沒有獲邀去參加 有沒有 然後 世衛從來沒有要求 參觀某一個實驗室提出過 所以 拒絕世衛去武漢射程式的說法 不符合事實 現在有兩種可能性 一種可能性就是世衛完全失職 你去中國調查竟然沒有提出射程式看 你害怕 所以那個人叫做什麼 助理中國人事 是嗎 問他去完這個武漢要不要 回日內瓦要隔離兩個星期 他說不用我都沒有去到這些dirty areas 誰助理中國人事 就被港台墨搏 即是港台墨搏 那個女記者聞到口 引起這個 軒然大波那個 現在港台 很嚴重 因為這件事 觸犯了中國絕大禁忌 這個就是 即是 令到 這個 這個 這個世衛很難下台 現在問題就是 世衛有沒有要求過 去做調查 有沒有要求過和你一起去 世衛的註話代表有講過高力 到現在還沒有 收到這個中國的邀請 駐英大使劉曉明的說法就是我們歡迎世界各國 來中國做調查 不過一定要世衛牽頭 我們不需要 不想有些政治化的 元素深入 不過 現在不是時候 遲些 等疫症 能夠 差不多降溫的時候 然後才做 你聽完之後就是假的 是不是 即是假的 什麼叫遲些 是三個月 半年 還是三年 即是不會讓你去做調查 當然不會讓你去做調查 你不敢 第一 連世衛都信不過 世衛牽頭是如何 世衛牽頭就等於安全 例如高力這些 駐華的世衛代表 可能不生性 一樣可以 給難堪力 在這個情況下 怎麼會讓他做調查呢 是不是 好 接下來星期一 開這個世界衛生大會 WHA 叫 World Health Assembly 台灣 究竟能不能參加呢 可否有機會進去呢 過去四年已經沒有任何機會出席 這次有沒有機會跟世界各國 分享他抗疫的一些政策等等 看來機會很小 看來機會等於零 但是德國的官員 就證實了 已經向世衛提出了外交召喚 聯同美國英國法國等等 你記住這些 不是 台灣仍然有 邦交的 那些 南太平洋賭國 記住 這是德國 美國 英國 法國 是西方的 先進的 文明的 經濟發達的國家 代表 等等的國家 去信世衛總幹事譚德塞 支持台灣以觀察員身份出席大會 早前 有十幾個國家 主要是台灣的邦交國或者小國 現在已經擴大到 先進國家 德國的外交發言人表示 他說 台灣參與大會 是有助於 對抗武漢肺炎 早前聯同多個國家向世衛提出外交召喚 剛才說過一堆國家 聯名給譚德塞 呼籲邀請台灣以觀察員身份出席世界衛生大會 根據Foreign Policy雜誌報導 北京對於這個做法提出 反擊 外交的反擊 亦 亦聯同其他國家去信譚德塞 反對在大會上 討論台灣參與的問題 這個外交政策的 凱文就說 北京這個做法就叫做 Counter attack 外交的反擊戰 現在說法是 目前全球必須團結抗疫的關鍵時 得知部分會員國打算在大會開幕的時候 討論所謂 台灣參與的問題 台灣所謂的 所謂台灣 participation issue 違反了會員國的總體決定 會員國的總體決定是什麼呢 這封信 是這麼說的 因為這個會議是一個視像會議 不是大家聚在一起 因為疫症關係 大陸的說法就是 因為 因為 台灣 不承認 這是一國中國的原則 所以 對不起 不會讓他參加 不會讓他參加 那麼 目前應該集中去救人 而不是政治操作的部分 去分散注意力 我由大陸 承認處理了 其實是消毀了 這個病毒 到 現在大陸全力阻止台灣參加這個世界衛生大會 我們看到一個很大的對比 雖然最後 台灣參加的機會是等於零 沒有的 因為 明天就是 一個很強烈很強烈的對比 大陸 那個病毒的源頭 是來自武漢一直否認 然後 千方百計 用恐嚇的手段 總之人家提起武漢肺炎 你就砌 然後就用一個所謂救世者 這個姿態 去 給 這個PPE 個人的防護裝備 高價賣給人 而且質量是很差 也就是造謠 將病毒的源頭 壞來自其他的國家 包括美國 包括意大利 亦都說不同的國家 那麼就惹起了 美國 歐洲國家的非常之憤慨 然後再出來就說 我們承認我們處理了消壞了 那個病原體 那個病毒 所以你在整個 這個抗疫的過程裏面 中國 成為了千夫所指的 這個病毒的源頭 不僅 他這個抗疫的過程裏面 都看得到 他那種 想借著這個疫症 重新洗牌建立世界政治新秩序 的圖謀 做得太過絕裂 惹人家很大的反感 所以 我讀過一篇文章 在這個外國的媒體 我忘記了 New York Times 或Washington Post 這個 中國 如何失去歐洲 這篇文章寫得 相當不錯 如何失去歐洲 我剛才說了 由一開始 他想為自己塗脂抹粉 想偉過於人 又用 救世主的姿態出現 致使其他國家 對中國越來越反感 越來越不信任 對中國越來越疏離 但是一個強烈的對比就是台灣 台灣處理疫症 不用封城 按部就一班做 有起有落 現在一直都是減弱 那個藍雖然有那麼多官兵出事 亦都他們到處去 令到疫情 在社區擴散危機越來越大 但現在總算 有驚無險 他用很多先進的科技 高科技的方法 去處理追蹤 曾經染病的接觸者 亦都是相當大的成就 而且更重要的 就是他成為全世界 第二大生產口罩國家 然後 他有剩下 將這些口罩 以百萬計 去送給 有件交的 沒有件交的 包括美國 包括歐洲的國家 他的口罩外交 成功 他的口罩外交得到敬重 遠遠 將大陸給 但是 中國就是阻止 台灣參加 這個理應在那裏交流台灣的 防疫抗疫經驗的世界衛生大會 又以一個所謂的中國 中國的 借口 阻止 連 世界想跟台灣交流這個經驗 或者 台灣想 分享到世界 其他國家的 病毒的 消息 的機會 一個很強烈的很鮮明的對比 縱使這次 台灣是不能參加WHA的 在強權底下 但是 台灣 只會 越來越得到別人的敬重 世界各個的敬重 而大陸 黑黑相反 越來越被人看不起 你有強權 不是就等於你聲大 不是就等於你 誰大誰惡 誰正確 不是這個意思 這個世界不是這樣的 雖然大家可能忍著氣 不是等於你贏了 你看到在道德上 台灣 是一個道德上的巨人 而大陸呢 雖然經濟 軍事 是一個強角 但是在道德上是一個豬魚 是抬不起頭的 聲大不是等於你聰明 不是等於你正確 聲大應該是抬不起頭 分別就在這裡 繼續支持我的Patreon 繼續去YouTube 的Channel Class 然後就用Payme或者其他方法來支持我 好嗎 多謝大家 我現在就向大家介紹一個上網的工具 就叫VPN Virtual Private Network 虛擬私人網絡 大家都知道它是用來翻牆的 可能你會問 我身為香港或者其他國家不需要翻牆的 不過這個VPN是可以去隱藏你的身份 保障你的私隱 我也是NordVPN的用戶之一來的 我覺得它好用的地方 就是它連接得很快 而且世界上 有六十個國家 五千多個連接點 遍佈 美洲 歐洲 亞洲 甚至非洲 而且 NordVPN的訂戶 你可以 同時使用六個工具 一起通過這個VPN上網 即是說 一家大小 都可以保障到私隱 現在就有優惠的 你又click一個link 底下這個link 或者用這個code SAMNGX 你就可以拿到一個三折的月費優惠 3.49美元一個月 頭一個月是免費的 大家可以試一下 好不好用